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铁头准备了一小把 气干火的鸡骨炒 来跟大家分享一款自韵亮汤 另外准备了有 自韵的无花果和雪梨 去丝的玉米 土芙苓 还有测小豆一小把 先把这些清洗干净 鸡骨炒不用拆开它 只需要把它的灰尘给洗掉就可以了 最好就是我们提前半个小时 给它浸泡一下 那样它的灰尘就溢掉了 洗好的鸡骨炒 直接丢入砂锅中 另外几样药材和雪梨 同样也要清洗一下 雪梨给它搓一搓 不用去皮 测小豆我们最好也是 提前给它浸泡一下 爆的时候比较快远辣 洗好的药材除雪梨外 其他的全部倒入砂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锅盖盖上 调大火烧开后转小火 让它慢慢包着先 另外准备10块钱的猪骨头 把它冲洗干净 大家也可以用鸡肉或者是瘦肉来代替 洗好的猪骨再拿去焯一下水 冷水下锅 加几块姜片 再撒一点料酒 烧开后给它煮上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边的汤水已经包开了 把火调小防止溢出来 这锅汤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喝 能清干火又去湿 焯水这边水已开 先把表面的浮沫给打掉 等一下我们就不用清洗了 三分钟后直接把猪骨头夹到砂锅中 装完猪骨把锅盖盖上 给它包一个半小时 中途我们再来加雪梨 雪梨要把它处理一下 把梨心和地给它去掉 切成小块 汤煲了有半个钟了 现在把水梨给加进去 继续煲 很浓郁的汤水 现在才煲了半个钟 可以了 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 最后调入适量的盐就可以关火开喝了 一锅非常容易的汤啊 特别适合春季喝的一款汤 清干火还能去湿 另外加了雪梨和无花火 不但滋韵而且清甜 老少介意的一碗汤 喜欢的朋友也包来喝喝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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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